巴黎万神殿里面的单摆 自1851年被发明出来之后 就一直在这不停的摆动了 它叫做复刻板 由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莱昂复刻发明 目的是证明地球正在绕其自身的轴旋转 那么两个问题 磁板是怎么证明地球自转的 它又是怎么做到克服主力永久摆动的呢 先来看第一个 莱昂复刻的这个发明 其实简单而又巧妙 它用一根长线将一个沉重的球形物体悬挂起来 使其在一个固定的平面内摆动 然后它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摆动的平面似乎在缓慢的旋转 经过了大约32个小时 它就会在巴黎的纬度下完成一圈旋转 为什么它会旋转呢 其实这并不是因为单白本身在旋转 而是因为地球在其下面旋转了 单白表现得像一个陀螺仪 于是就能在地球围绕它转动的同时 保持其在空间中的固定方向 使其相对于地球 旋转了起来 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空气阻力对其不起作用 都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 还杀不住它呢 好 那是因为空气阻力的大小呢 是取决于物体的形状 大小速度和密度等等因素的 你看富科采用的这个金属球 又小又重嘛 直径只有28厘米 却重大28公斤 因此就有了较高的动量和惯性了 再加上其摆动的速度呢 也相对较低 最大也不会超过两米每秒 因此空气阻力就对它没有显著的影响了 但是没有显著影响不等于没有影响啊 它还是应该停下来才对嘛 答对了啊 其实一开始的富科摆呢 在摆动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停了下来了 证明地球自转是没有问题了 但咱还是要做出来让人参观啊 所以它不能停啊 于是富科在它的摆上添加了一个巧妙的机制啊 在摆的底部埋上一个电磁线圈 每当牵球通过摆动中心时 它就会给牵球一个小小的推力 通过这种方式 富科让它的球抵消了由于空气阻力 所导致的能量损失 从而使蛋白能够无限期的摆动下去了